大家好,歡迎收看媽媽College,我是嘉儀 我的肚子已經是32週了,讓大家看看我的嬰兒 這個尺寸大很多,32週了 來到懷孕的尾聲,我相信很多媽媽和她一樣 都開始想採月了 所以在這個影片,我想跟大家分享 究竟採月有哪三樣事項,大家要特別注意 我開始了 第一樣要注意的是,很多媽媽想 究竟生完寶寶可不可以洗澡和洗頭 我個人認為是絕對要的,亦需要 因為要保持個人衛生和頭髮,不要黏黏黏 但要注意的是,洗完澡一定要保暖 千萬不要被自己凍震 洗完頭的話千萬不要懶 立刻要下風筒吹乾,自己有頭 大家如果想追蹤中國傳統的話 不妨可以去街市買些批好的薑皮 或者自己批也可以,洗乾淨它,弄乾它 然後就可以放一個大桶裡,倒一些熱水 洗澡的時候就可以放浴缸,自己坐在椅子裡 就像古裝片一樣,用筆筆做筋筆在自己身體裡 這就是追蹤中醫的方法 絕對可以預防感冒 我自己批第一胎的時候也有這樣做 所以希望這個項目可以幫到大家 好,第二要注意的是,一定要保持自己下體的清潔 因為尤其是順產的媽媽,下面會有傷口 所以很容易會有細菌感染 我們怎樣處理呢? 其實每次小便之後,一定要用水沖一沖 你可以用一個水瓶,水瓶的蓋可以擠出來的 每次小便之後,沖洗下體 然後用紙巾印乾它就可以了 我記得我自己生完Liora,自己真的有尿道炎 感覺是很不舒服的 會發燒,而且經常想去洗手間 但當去洗手間的時候,真的好像沒有小便出來 所以感覺是很不良好 當時就要立刻看醫生和吃抗生素 大家一定要注意這件事 第三要注意的是,要看自己的子宮收縮的情況 怎樣去注意到呢? 留意自己的惡露有沒有排清 一般來說,一個月左右,惡露已經排清了 大家可以留意自己的惡露流出來的血 是否由紅色變到白色,量是否越來越少 假設如果差不多到第三、四個星期 仍然有很多惡露的話,可能就要去看醫生 大家要注意這三點 希望這個影片可以幫到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或者留言 就記得給我一個留言 和Like我的Page 我的Page是www.facebook.com.mammacollege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下次見,拜拜